這個是之前一個美麗好的翻糖蛋糕 那麼一個羅妹妹發生意外之後呢 我們其實是取消的 但是後來因為寡規她還是要辦party 所以沒有趕快跟這個蛋糕店講 然後呢她就立刻連夜 好幾個晚上幫我們做出來 然後而且她堅持不收錢 這也是她對羅姐的一個心意 所以我們也非常的感動 那邊有一個花有個英文的 那個是第一時間就要從荷蘭趕過來 但是我們勸她不要 那是她荷蘭籍的男朋友 然後呢她非常的傷心 第一天就要趕過來 我們說不行 原來台灣要隔離14天 所以我們勸她就不要 所以她會 我們已經幫她用視訊示意過了這樣 羅妹妹的愛情觀呢 她後來對愛情可以那麼豁達 我覺得也跟她的歷練有關係 我相信很多女生都在年輕的時候 經歷過一些愛情 那有人在愛情裡面成長 有人在愛情裡面墜落 那麼她也曾經痴心錯負過 但是她從裡面呢 慢慢的也這個 長出一些不同的力量 所以她 我記得她有跟我講過 我從來不進入離不開的愛情 或者我們講說 我從來不進入不能結束的感情 那我說你結束感情的 結束一段感情的一個要件是什麼 她跟我講兩點 所以我一直覺得 她可以這麼灑脫 跟她人生的利益也沒有關係 第一個是我不能給了 我就要走 也就是我沒有辦法再給更多的愛給這個人 我就要走了 因為再下去就不是開心快樂 第二個是這個男生給太多了 她的愛我要不起 我也會選擇 其實她是一個在感情觀上面很通透的人 那這個是也很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那但是我們也註定學不會 因為很多人知道可以這樣做 可是也不一定學得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是她比較可愛的一個地方 也很特別的地方 那會是她選的 就是之前交往的 她的前前 靠 說嗎 都說來了 你再出來 是20歲那個嗎 沒有沒有 這個是前面 前前一任 對 對 28 我們重視的是她怎麼活嗎 她已經死了 這件事情就 就讓她 就把後事辦好了 對 我是負責把後事辦好 對 所以 家屬的事情我沒有辦法替她活單 好不好 媽媽這麼老 一直問我覺得對媽媽太殘忍了 好 我們可以想像 好不好 謝謝